EZGO 9的安裝 当你使用EZGO 9的光碟或者随身碟开机 你会看到如下面的画面 请你选择在不需要安装状况下试用EZGO 这样就可以自动进入EZGO的主画面 进入主画面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安装的动作 EZGO可以使用光碟开机 也可以使用随身碟开机 随身硬碟开机 也可以使用硬碟开机 其中的效能以硬碟最好 再过来是随身硬碟 再过来是随身碟 光碟是效果最差的 那是因为光碟的转速比较慢 那我们目前是用虚拟机器来做示范 好,当启动EZGO之后 我们看到像这样画面 基本上这样你就已经可以操作 適用EZGO 而不需要直接装在硬碟 如果你需要效能比较好的硬碟的时候 你则需要安装到硬碟中 请你点选桌面上的这一个 安装EZGO 按两下 这个时候会启动EZGO的安装画面 那EZGO的安装非常简单 那七个动作里面 只有两个地方要稍微注意 好,第一个 请你选中文 这个没有问题 内定都帮你选好了 接下来它会设定时钟 那如果网络通畅的时候 它自动会帮你的电脑教室 接下来选地址 那也帮你定为台湾了 下一步 再来这里就要特别注意 好,再来这里就要特别注意 好,再来这里就要特别注意 它问你要安装到哪里 如果你家里的电脑 也还有Windows的话 这个时候会比较麻烦 像我这一台是一台空的电脑 没有任何其他作业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消除 并使用整颗硬碟 来当做EZGO的安装的地方 那你也可以选择手动 如果你家里有其他的作业系统 在这边则会显示出来 这边请注意 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要选择 好,你安装的位置 你选错了 可能会把你家里的Windows 整个覆盖掉 整个覆盖掉 届时你的Windows会完全不见 所以请在这里特别注意 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请找稍微具有电脑知识的人 来帮你安装 或者花一点小钱 请外面的厂商来帮你安装 好,这里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一个空的硬碟 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安装到随身硬碟上面 或者随身硬碟上面 这个时候对你的系统 是没什么差别的 好,我们选择用整颗硬碟来安装 按向前 那接下来他会问你一个使用者 你的名字是谁 我的名字叫EasyGo 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 你自己习惯的英文名字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 你第一次安装的使用者 还有密码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忘记了,这个就会很麻烦 EasyGo认定第一次安装的使用者 及密码 是具有管理权限的 如果你忘记了 当然还是可以解 只是比较麻烦 那密码这边也建议你安装比较 OK的长一点的密码 那不容易忘记的密码 不要安装很繁复的密码之后 你忘记了 那这边测试的关系 所以我用简单的几个字 来代替 好,所以安装的地方只有这两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然后就向前 好,这边接下来就进行安装动作 那安装动作 这边特别提醒一下 建议你把网路关掉 如果你家里的电脑是直接可以上网的 建议你把网路关掉 为什么 因为在安装的过程中 他会从网路下载语言包 这通常是安装最久的地方 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关掉 你安装一个EasyGo 通常在十来分钟左右 你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那如果你的网路不顺畅 下载语言包会很久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的安装时间 就会拖的比较久 所以在这里建议你可以把 网路关掉 那有人会担心 语言包是不是没有下载下来 有一些语言会 比较不正常 这里可以跟大家说 你可以不用下载语言包 因为EasyGo已经帮你把语言包包在光碟里面 安装的时候 他自动会把所有的语言包 你需要的常用的语言包 安装到你的硬碟去 你不需要再从网路上下载回来 为什么会有163% 163%的状况出现 那是因为EasyGo给你非常多的应用程式 他不只是给你安装 武邦图而已 他还帮你安装了非常多的应用程式 像这些 影音 网机网路 等等等等 他都会帮你装上去 所以他不只是帮你安装 用武邦图而已 所以会有超过100%的状况 到160%左右 到170%左右 就接近完成 那我们目前的时间是10点15分 我们在9点52分左右开始安装 到现在大约是25分钟 那这会比较慢的原因 一个是我们在用虚拟机器 那我们现在不只是在用虚拟机器 而且我们还一边安装一边启动 录影程式 录影程式是这一支 将来老师如果 享用 他是非常好录制教材 这一个 所以我们的效能会比较糟糕一点 那现在的安装所花的时间 在这么不良的状况下 我们大概也只要花30分钟左右 来装这台机器 个人在个人的经验 在这台机器上面安装 平均来说大概是在15分钟 可以完成所有安装程式 那EasyGo的好处 你装完之后 就不必要再像Windows一样 需要再安装所谓的驱动程式 它自动会帮你把所有的驱动程式找出来 接下来它再帮你扫描 扫描取得语言套件 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网络 它会比较快一点 直接从ISO档抓下来就好了 设定语系使用者 你看它依序帮你建立下来 这个时候帮你扫描你的硬体 还有驱动程式 我们即将完成安装 在条件不怎么U的状况下 我们还可以在30分钟之内 帮你把整台EasyGo建置起来 在硬体设定完成之后 就会跳出需要重新启动电脑的画面 这个时候就等于完成了EasyGo的安装 目前在设定开机的管理的程式 好,完成安装 现在是10点19分 不到30分钟 那这个时候你按下 重新启动电脑 就可以完成EasyGo的安装